马来西亚的其中一种River TOT 这个影片介绍一下 就是我很久没有做的介绍影片 够力了弄到全身都是 看到我带走他就知道 不是青蛙就是残除 然后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其中一种River TOT 然后这个的话你要当宠物饲养是可以 但是你要非常了解 他的身上的这个设计 然后他的身上这两个叻 他们是有毒的 然后这个毒对我们人类来讲 如果你不是敏感的体质 其实是还好的 他只是用来就是讲 如果有烈食者攻击他的时候 他是会让那个烈食者感到麻痹 然后如果是太过大量的话 你当然会有中毒的那个反应出现 但是如果通常我们对这个东西不敏感的话 他是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的 然后他会有一点麻痹的感觉 然后这一个River TOT 在我们这里饲养的话 你是需要去拿那个执照的 还有的话就是他还属于蛮好饲养 像我们养室内的话 你一定要干养 一定要给个水盆 然后所有那种昆虫啊 能够冻的那些面包虫啊 他都可以吃 但是顾得好的话 十年的寿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一样记得一个东西就是如果饲养的话 他一定要保持给他的水盆 你看到我们有个水盆 那个水盆是每一天需要换水的 因为他们除了会泡水 他也会在水大小便 然后这个是他们正常的一个那个 行为来的 他就有点激动了 把他抓进去先 然后这个你们看到的 他并不是最大的完成品 他最大只的话可以去到8寸左右 OK 一样的 记得关注我 让你更有资格要充